四位玩家说不定脸都可以同时照到 就比如说我们要回放 可以再切吗 萤幕 看到表情 因为我昨天 我说 刚刚他们还想说没什么 结果把发展翻开那一刹那 我有看到大家的表情 论哥说你是因为赢了才一直看一直看 输了就不会想看 其实不一定喔 当然赢了你会很想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回去看的时候 我自己看还特别有好处 什么意思 就是我自己看 我还会自己去评 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评 我就是自己看自己的牌 跟上下下的牌 在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可能 我们在聊天也不可能讲全部嘛 我会自己去看 然后我拆三张一条的时候 我拆三张四条打出去 然后就这个牌局继续走 这个赛评主播并没有说什么 可是我回去看才发现 我如果不拆三张四条打出去 我打四条跟打一条是一样 我如果打一条就被对着碰 对着碰我那把踢不会糊 我自己知道我防守住了一条 去打了三张四条 然后后面再胡道牌 我自己看乐趣更多 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个 我自己去看很多细节 你看我在平牌的时候 我看很多细节 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手牌的时候 更是每个细节都看 因为那是你 很重要 着重看自己 对 那个细节到底打对不对 对啊 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是不是昨天回去看那个中弄六童 我不打这个二万千 就是看细节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圣遥 这个一镜厅 所以我们再说回来 我们麻将大师真的是有这个直播 的画面可以留存存档 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像蛋糕哥 跟浩克一样 这样回去 还可以去做一个回看 对 我觉得自己打对 我打一条是别人要碰的 对 我不但守住了 然后我拆了三张四条出去 然后后来我还能够胡牌 对 而且我觉得大家在回放的时候 其实我们赛品 一定站在我们两个的角度去讲 像刚刚我们四楼是不是 这个四桶不打 打一桶 对 我们一开始讨论说 是不是一个失误呢 因为他想很久 对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去求证 那四楼回去看回放 会觉得 没关系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这样打 对 所以大家回放 我觉得可以着重来看 自己的 当下的一个想法 到底对不对 别人到底有没有听四楼 你会一直怀疑嘛 对 我觉得他们还不听牌 然后 哎呦 等一下 我们恩告摸到六条 居然听牌了 西风四万 其实很漂亮啊 现在是上碰吗 没错 谁 他们说谁厉害 杠 哇 佳林这把牌要玩很难了 七桶 有在进攻哦 嗯 还在前进 有在进攻 对 佳林打这七桶 就是有在进攻 牌局的大概接近中段 还在前进 但是对加已经三大落地了 而且恩昊是连 要转吗 有时候又会觉得说 这西方是不是会出来 理论上是会转啊 对 理论上 对啊 理论上 继续七桶 最怕就是要突然间自己现在摸个西风 伦哥说我中毒了 我刚刚没有这个形容的很贴切 我不是凭自己的比赛 我是在看我自己 因为有时候没有讲到我的时候 我会知道说 原来我这个牌打得这么对 对 我的下车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开始欣赏自己 这个牌打得真好 杠杠 我们的恩告杠了一条 哎呦 又是这个杠哦 我昨天就是这样 而且是摸左边哦 好 我们就 刚上 刚上直播 你看 哇 而且零二耶 刚上的音乐 刚上 而且又是听啥 三六弯 兄弟 什么兄弟 各位朋友 我 昨天也是一模一样的画面 好开心的 你看这个画面 你看小宝好开心 哈哈哈 好啦 我们先恭喜 莲二的这个南风卫 在第二将的这个东风男 恩告莲二 杠上 自摸 对 哇 开心 六万狂打 对啊 厉害